监察院今天通过弹劾台南地方法院的法官苏义舟和徐文睿 因为这两个人在审理一件诈欺案的时候接办了一年多 才以66名被告管辖错误为理由结案 也就是说这66名被告当中有的人的户籍根本不在台南市 又或者犯案地点也不在台南市 却拖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发现 监委认为这两名法官代呼职守 所以通过弹劾 台南地方法院法官苏义舟徐文睿被监察院弹劾 因为监委调查发现两位法官审理张三格诈欺案的时候 根本没有发现66名被告不是涉及在台南市 或是犯案地点不在台南市的事实 其中像是零姓被告早在嘉义地方法院审理中 另外一名陈姓被告则是涉及在基隆市 却被误职为台南市 但这些问题两位法官却是在拖了一年之后才发现 并且以管辖错误来结案 因为诉讼引起的这种疲累是非常不堪的 你想想看 他要跑到台南去接受应讯 结果后来又说我台南没有管辖权 我再把你移回去什么台中或者是哪里 你搞了一年多 现在才要我重新再开始办理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特别提到的 他的情节非常的重大 而且影响人数之多 监委审查以两位法官在审理过程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 造成无谓的诉讼 而且损及被告事实审判请求权 通过弹劾 并引送公务员承接委员会继续审理 努力重工 那么十几年 不小心发生这种事情 大家会觉得很遗憾 另外监委认为 起诉书误职被告地址 承办检察官也有疏失 检察院也将分案调查 记者王岐路家宝台北报道